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它这个豪宅税是交给纽约州的 那么它的比例是你整个房价的1% 张律师 您好 欢迎您做客 《安家纽约》节目 在纽约买房子 除了买家要准备头期款以外 还要准备一笔费用 就是叫做过户费 就是买房的手续费 通常叫closing fee 对不对 这笔费用到底要准备多少 什么时候开始准备 所以这也是买家要关心的一个话题 因为除了头期款以外 这个过户费有的时候也不便宜 不同的房产类型 过户费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到底这个买房的过户费 到底有哪些部分组成的 过户的费用正常来说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叫法律服务费 第二大类就是贷款所涉及到的费用 第三大类就是政府的税 那么从第一大类来看 在纽约规定 你买卖房子都要有律师代表 所以你必须要付你的律师费 这是第一笔费用 第二笔费用就是说你的产权保险 那么产权保险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因为你要得到产权保险 所以你必须要付产权调查费 当你过户完了以后 那你所有的你的买房的这些文件 都要拿到政府那边去登记 只有在政府那边登记了以后 你的产权才是完整的 因为当一个人问你 这个房子是谁的 你说我这边有个房契 这个房子是我的 别人不会看你的房契 他会到政府登记部门去查 如果登记部门的房契 显示是你的名字 那才真正是你的房子 才是你的房子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结束以后 所有的费用涉及到 但是在大多数人买房子的时候 都会去贷款 在贷款的时候 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类费用 第二类费用 包括在你申请贷款的时候的申请费 然后估价费 因为银行要去派人 派估价师到你这边房子去估价 看看你这个房子值多少钱 然后才决定给你多少贷款 第三个就是审批费 第四个银行在过户的时候 会有一个律师作为他的代表来过户 所以你要付他的律师费 银行的律师费 对 银行的律师费 银行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 比如说是贷款的保险 这个是根据贷款额度来决定 你的数字是多少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叫点数 那么一般来说是贷款额的0.5 或者百分之一 都是根据一些具体不同的情况来决定 需不需要付这笔费用 所以这个是你去贷款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费用 对 这也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 第三点你讲到政府也会收一些钱 在买房的过程中间 对不对 会收一些税 到底是什么税 你如果是从银行拿到贷款 然后政府要收一笔叫贷款税 这是政府收去 哪一级的政府要收贷款税 纽约市政府和纽约州政府 都要收贷款税 那么如果你的贷款额 是在50万以下 他收的贷款税是1.8% 如果是超过50万 那你的贷款税就是1.925% 那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你买一个70万的房子 贷款50万 那你的贷款税 就是9000块钱 这还是不少的一笔开销 这笔数字其实是蛮大的一笔数字 所以在客人 除了付给银行的钱以外 在他整个交易过程当中 其实付的费用最大的一笔 就是这个贷款税 好 你刚才说了 这个在买房的过程中间 会产生三种的费用 我们都可以叫做买房的手续费 或者过户费 那么基本上来说的话 是避免不了的 对不对 只要如果是你用现金来买的话 那可能第二项和第三项是可以免掉 这个贷款方面产生的费用 以及贷款税是可以免掉的 对不对 那如果你需要贷款的话 这三笔费用 你基本上都要付 只是付多付少而已 主要还是根据房产的不同的类型 对不对 我们知道在纽约一般来说的话 从公寓角度来讲 有condo 有co-op 还有一些house 基本上这种三种类型的房产 这三种类型的房产 是不是它的手续费 过户费 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区别 对 这个差别很大 差别大到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买一个co-op 那可能你的费用 我假设你买一个co-op是100万 对 然后你的费用可能在1万块钱以下 也就是说你的买卖价格的1% 但是你如果在曼哈顿 或者在其他的borrow 去买一个100万的新的condo 那你的费用可能就达到6% 也就是6万块 那它的差别 费用的差别可能就是 超过5万块之多 是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就是来谈谈 为什么不同类型的房产 这个手续费会差别会这么大 你刚才也提到了 新的公寓或者新的house 这个手续费会特别高 有的时候会达到 这个房价的6% 因为我就听说 买新的公寓新的房子 有两笔的费用 原来不应该是购房者来出的 但现在由购房者来出 是不是这两笔费用 就占了这个手续费 很大的一个比例 对 你说的很对 它两笔费用主要是两笔 有时候客人作为一个买家来说 他是非常不愿意付这个钱 因为第一笔是卖家的律师费 很多客人我跟他解释的时候 我说你要付这么一笔钱 然后客人就非常惊奇 他又不代表我 他又不帮我做事情 为什么我要付他的律师费 对 但是在纽约的房地产市场 我们的规矩就是这样 你买一个新房子的时候 你要付卖家的律师费 而且这个费用 律师费的费用还不低 一般来说在1500到2000 甚至于你如果在曼哈顿买的 更加高级的这种公寓 可能到3000 5000都存在 所以你刚才讲的卖家的律师费 这时候要由买家来出 对 那么还有一些什么费用 也是需要买家来承担的 好 在纽约当你买房子的时候 不管你是在纽约市还是在纽约州 你都要付一个转浪税 什么是转浪税 不管你这个房子 当你买房子的时候 不管这个房子赚钱还是赔钱 政府这笔钱是一定要收的 那么纽约州政府相对来说收的比较少 是你房价的0.4% 那么纽约市政府是收的比较多 那取决于你的房价是多少 如果房价是50万以下 那么纽约市政府收1% 那么总共就是1.4% 如果是房价50万以上 那纽约市政府就要收到1.425% 总共加起来就是1.825 就是讲到50万以上的 50万以上 所以如果你买一个100万的公寓 那你的转浪税是1.825% 1.85%就是1万8千多花钱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要由买家来出了 对 原来这笔费用是由卖家来出的 对 当你买旧房子的时候 对 当你去买一个旧房子的时候 因为它是转浪税 从卖家手上转到买家手上 所以它正常的是由卖家来付 但当你去买一个新房子的时候 那根据纽约这个房价市场的规矩 就是由买家来支付 对 而且我还了解到 实际上在买新的公寓 还有一些原来没有的费用 也会冒出来 对不对 对 大概是这么几个情况 有这么几笔费用 在你当你买新公寓的时候会遇到 第一倍费用叫管理贡献费 什么叫管理贡献费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公寓 然后刚刚开始 这个管理公司里面 这个账户里面是没有钱的 所以而且你的过户是一个一个一个过的 不是同时过户的 对 所以当它收管理费的时候 也是慢慢慢慢收上来 对 你过户进来 住进来才开始收管理费 对 但是这个大楼的管理 不可以少的 不能说我 是从第一个住户进去以后 就开始运作了 我就要去管理了 然后我就要付费用了 包括Super的费用 包括管理公司的费用 包括这个费用 那个费用 我都要付 但是我手上是没有钱付的 所以每一个买家都要贡献 一般正常情况下 是一个月到两个月的管理费 这个管理费是贡献的 所以我们叫管理贡献费 贡献给管理公司 除了这个以外 你还要按照正常的 一个月的管理费去付 第二个就是我们叫 减税的申请费 在纽约市去买一个新的公寓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每个人都在说 这个公寓有没有免税 有没有减税 这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纽约市政府 鼓励这些发展商 去把那些旧的房子拆掉 盖成新的公寓 我一旦这个房子建成了 那我所有的买家 它的地税 这需要交的很少 而不是像正常的地税这样去交 那么我看到过最低的 7块钱一个月 然后一年差不多100块钱 但是如果根据这个 它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估价的话 它的地税应该在6000到7000块钱一年 也就是差不多500块钱一个月 所以当他们申请这个减税的时候 他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帮他做 那么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 所以当我们过户的时候 每个人每一个买家 有些发展商是 有一个要求你们付一个固定的数字 比如说每一家付1000 每一家付1500 有些是按照你的比例 按照你的占的这个房子的比例 比如说你价钱又贵 你付的这个申请费比例就越高 然后你房子越小 然后你付的比例越低 一般都是两种方法 好 这又是一种叫做减税的申请费 对 也必须由买家来付 对 这个是必须的 这是第二笔费用 第三笔费用 我们叫管理公司的这个 这个单位的买的费用 什么概念呢 对 这个怎么理解 对 当有些特别是很大的楼 比如说这个楼有200个单位 对 那么你是需要有人住在里面 在这个现场来管理这个楼 是不是super有的时候叫做 live in super 就住在这个公寓里面的super 对 它的公寓单位 对 是要有管理公司 从这个发展商手上买下来 然后这个单位就属于管理公司 但是这个买下来的费用 不是管理公司来出 因为管理公司没钱 所以也必须要分摊到 对 分摊到每一个 买家去 买家身上 然后一般来说3000 4000 4000 也是根据正常情况下 都是根据你的这个房价的 这个高低来决定 他们有一定比例算出来以后 那么我看到的比较多了 比如说2000到4000一家一户 然后你就会有一个live in的 就是你像你程中说的 live in的super在里面 你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它非常方便 对 这是第三个费用 所以你刚才谈到了 这个买新公寓新房的时候 有可能会突然间冒出来的 三种三笔新的一个费用 对不对 确实我还听到 有一种特殊的一个费用 也是我们买家要考虑的 听说在纽约 是买100万以上的房子 都有一个豪宅税 对不对 对 这个是在 实际上是在纽约州 不仅仅是纽约市 因为它这个豪宅税是交给纽约州的 那么它的比例是你整个房价的1% 但是只有当你买卖的房子 这个房价超过100万 也就是如果是100万 就要收1万块钱的豪宅税 豪宅税 对 然后特别要注意的是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新房子 对 当你买新房子的时候 有些费用本来是卖家付的 但现在转到是买家付 比如说我们讲的转量税 如果是买家来承担这个交易税 或者我们叫转浪税的时候 那政府在算你的这个买卖价格的时候 它是把这个交易税 或者转浪税算进去 举个例子 如果是99万 对 那你的转浪税几乎是1万8 对 然后你的买卖价格就变成了 199万加上1万8 1万8 108千 对 108千 那么这样 所以就超过了100万了 就超过100万了 然后你就要付1%的豪宅税 那就变成你要增加了过户的成本 1万080块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就是买家要特别注意的 对不对 对 你知道有一个豪宅税 但是你也要知道 新房的房价是怎么算的 对不对 你这100万是怎么算的 对 所以这一点是特别要注意的 好 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购买新房 以及豪宅税 这些都会多出来的一些费用 那么买其他类型的房产 比如说co-op 或者买house来讲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费用 也会产生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之后 我们再继续聊 买房开销大 过户时处处要花钱 不同房产类型 所需过户费差很多 什么样的房子要缴纳豪宅税 购买新公寓有哪些额外费用 因为它这个豪宅税 是交给纽约州的 那么它的比例是你整个房价的1% 本期安家纽约 带您了解买房费用的大不同 欢迎回到安家纽约节目 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谈谈 购买不同类型的房产 手续费有很大的不同 张律师 我们在上半段已经谈到了 购买新的公寓 这个过户费 手续费是最高的 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费用 那我们再谈谈 另外一种公寓的形式 就是co-op 这叫合作公寓 合作公寓听说这个过户费 就简单多了 也便宜多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co-op来说的话 有什么样的过户费 是可以免掉的 OK 当你买co-op的时候 因为本质上的co-op 跟condo和house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在你买co-op的时候 你不是买它的产权 因为co-op本身就是 我们叫合作公寓 你是买它一个公司的股份 对 所以既然是公司的股份 就不存在产权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免掉了产权调查费 也不需要产权保险 产权保险费 如果我们还是以上半场 我们谈到的100万以例子来说 它的产权保险费 差不多4500块钱 然后调查费 差不多600到800块钱 这样的话就差了5000多块钱 另外还有一个登记费 那么在你买condo和house的时候 你一定要付这个登记费 对 像政府那边去登记 对 如果你有贷款的话 差不多你的登记费 应该在 也是在700到800块钱 但是在co-op的时候 买co-op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付这笔登记费了 那就700到800块钱 也就省下来了 对 其实在买co-op的时候 听说还有一种费用 也是不需要支付的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向政府交的贷款税 对不对 也是不需要交的 对 这点我也很奇怪 它明明是有贷款的 但是为什么不要向政府交贷款税 贷款税的性质是这样 当你买这个real property的时候 就是买一个house和condo的时候 因为你真正能买的 这是这个房子 还co-op不一样 co-op因为你是买的这个 股份 股份 然后co-op再把这个房子 租给你住 所以当你有产权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真正的房子 你买的是一个真正的房子 然后政府就要收你这个贷款税 但是因为你买的股份 所以政府规定 也不收你这个贷款税 哪怕是你有贷款 像银行贷款 但是政府这一级不收贷款税 那这一笔也省下非常多 这笔费用本来在你的 买house或者买condo的时候 应该就是一笔最大的费用 比如说你如果是50万的贷款 你如果50万上面一点点 你就要付到9600 9700的贷款税 如果50万以下一点点 你差不多要付到9000块钱的贷款税 所以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这是co-op跟house和condo的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co-op买下来 它整个的过户费只占房价的不到1% 对不对 如果是house呢 house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一些费用 过户费要支付的 或者能够省下来的 house的费用跟condo和co-op比起来 因为house有本身的土地 对 那么condo和co-op 他们都是大楼占有土地 你本身单位不占有任何土地 所以当你占有土地的时候 你就要搞清楚 你这个土地到底在哪里 你的地有多大 你跟人家隔壁交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有没有被别人侵占 你有没有侵占别人的土地 所以我们一定要需要付一个费用 去做一个测量 就要去做一个测量图 然后从图上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地是不是有被别人侵占 你的房子有没有侵占到人家的地 同时因为他做测量的时候 把你的这个房子本身 也画在这个图里面 那么作为一个买家的律师 或者银行的律师 他是不去看房子的 他怎么判断这个房子 有没有合法的 或者不合法的这个结构在上面 那他就要看这个图才能看出来 所以这是一笔费用 这是订购测量图纸的费用 这是myhouse特殊要支付的 一项费用 对 如果是一般在纽约市的话 比如说你在Quins 在Brooklyn 在Brunks 那你这个费用差不多600到700 甚至于到800 但是你如果在长岛 可能就更贵 因为长岛的地更大 所以可能会到1000 1500这么一个数字 然后第二笔费用需要支付的 一般来说在买condo 买co-op的时候 这笔费用也是不需要的 就是它的工程师燕屋 燕屋费 燕屋费 那么这笔费用大概在400到600之间 取决于你的房子大小 地方的远近等等 对 所以张律师 今天我们分析了 购买新的公寓 新的house 购买co-op 购买house 一些费用都非常的不同 而且差别还很大 所以我们讨论这样的一个费用大的不同 到底在买的时候 是不是就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那当然是这样 就是有时候跟客户 讨论这个房价和这个过户费用的问题 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定是把这个过户的费用 包括将来卖的费用都要考虑进去 考虑进去以后呢 你就会想到 原来我买这个房子不是100万 是112万 如果你这样考虑的话 那你的利润相对来说 就比原来要低得多 但是你如果买一个旧房子 你可能到时候卖掉的话 可能只要6万的费用 但是在买的时候只要3万的费用 这样就是9万 就少了3万 然后你的利润就会提高了 对 而且是你要看是你是短期的 这个就卖掉 还是要长期的一个持有 对不对 如果你短期时间就卖掉 比较好话来讲 它这个增值的幅度 根本就没有办法 cover你之前付出的 很多的一些费用 对 所以你的利润实际上 就被空间就被压缩了 对 是不是 对 好 非常谢谢张律师 今天做客《安家纽约》 不过还有一些观众 可能要有一些个别的问题 要向你提问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 好的 你问我答 第一个问的是 为什么购买新的公寓 律师费比较贵 购买新的公寓 一般律师费是比买旧的公寓 律师费要贵一些 而且有时候可能会贵到一倍 原因是 当你买一个旧的公寓的时候 所有的公寓都会有一本书 我们叫Counterbook 或者叫Offerland Plant 对 那么当你买一个旧的公寓的时候 因为这本书是他 这个发展商 当初建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编的这本书 那么过了若干年以后 这本书对一个新的买家来说 已经意义不是很大 你的律师代表你 去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看这本书 但是其中 只是其中的一些信息 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 所以律师花的时间就比较少 但是如果你买一个新的公寓 因为这本书是新编的 而且这本书里面 涉及到很多 跟你房子有关的信息 在这个时候 代表你的律师 必须要仔仔细细地看这本书 那么这本书正常的多少页呢 一般来说最少的200页 正常的500页 我看到过1000页的 我也读了这1000页 我也读了这1000页 所以律师花的时间 在这个新公寓上 去了解这些 你的房子的信息的时间 远远比花在这个 旧公寓的转让上要多得多 所以在你买新公寓的时候 律师会收更多的费用 原因就在这里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谢谢 好 第二个问题问的是 我购买了一栋翻新的公寓 那么它是算旧房 还是新房的过户费呢 大多数来说在纽约 我遇到的情况都是这样 就是它还是把这个 作为新房来卖 所以这些作为新房来卖的时候 买家应该要承担的费用 他们都会要求买家去承担 跟新房一样 特别在曼哈顿 现在很多一些 过去旧的一些厂房 办公室或者旅馆 把它convert成现在新的公寓 也就是保留一个框架 里面所有的管道线路 包括内部的装修 全部都是新的 那还是按照新的公寓来买 就像刚才讲的两个费用 卖家的律师费 以及转让费 可能都要由这个买家来支付 非常谢谢张律师 今天做客《安家纽约》 给我们谈了不同类型的房产 这个手续费 雇户费有很大的不同 我想这个对买房的人 是非常有帮助的 如果他们事先知道 这个费用很大的差别 在买房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 安家纽约节目就是希望成为您安居置业的顾问与帮手 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箱把你的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们 您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Facebook Twitter来关注我们 与我们互动过去第一手的房产资讯 想观看本节目更多的精彩视频 请登陆美国中文网和YouTube 好 感谢您收看《安家纽约》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下周同一时间 下周同一时间